台风来袭云林县府临时宣布 下午晚上是停班停课的 而知名游乐园配合政策只营运到中午 让不少游客才刚刚买票入园就被迫离开 而在云林斗六的文旦产区 幼农则是担心台风造成的损失 动员一倍人力加紧采收 而位在蔬菜产地的菜农也是加快手脚 避免叶菜类泡水 海贵台风来袭 趁着风雨还没进来 用农全家总动员加快速度 要把柚子通通采收下来 园林斗六的文旦现在正值采收期 农民连日赶工要跟台风抢时间 出动一倍人力抢收 就怕台风带来狂风暴雨影响文旦甜度 外国朋友和客户 在来不慢 30元 除了幼农产地菜农也忙着 抢收蔬菜 这些今天全部都要赶在早上 对对对 所以动作要快一点 对啊 园林县政府三号上午跟临时宣布 下午及晚上停止上班上课 知名乐园也决定营运到中午12点 有人特地从高雄北上 有人专程来玩水 水都还没碰到 就得提早回程 堕台风 没有玩到 我们要换衣服的时候 他就说跟我们说 好我们就回去了 本来要去遇大的 没想到又遇到 小朋友开心就好 刚好可以遇到回去 退票或者说演票的一个 替代方式来做一个处理 县长张立善 马不停蹄 来到149甲道路 视察整备状况 同时针对土石流的浅市区 包括骨康的华山村和张湖村 预防性撤离将近50人 海魁带来的雨量不容小觑 地方政府绷进神经 沿着一带 结果真意云林 三道